9点钟古炮也有百年历史 它位于斯坦利公园 每晚9点钟准时开炮 震耳月龙的声响 拉开这次我探索温哥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序幕 追随着咖啡浓郁的香气 我走进了Cardero Cafe 焦糖奶泡瓦奇朵是店里的一大特色 焦糖的甜蜜伴随着咖啡的顺滑 是如春天闷温柔浪漫的味道 在阳光明媚安静祥和的氛围中吃过早餐 我决定顺着路旁的古建筑 来追溯温哥华市中心的发源地 西端区的发展 西端区现如今的发展相当迅速 但也保留着古老收华的历史建筑 在这些不同时代的遗产建筑中 可以看到城市历史多个时期的层次感 这个是罗迪亚斯的建筑 这家的建筑非常特别 是因为它显示历史的旧家庭生活 罗迪亚斯 是由建筑师Francis Ruttenbury设计 著名的议会大楼 维多利亚皇后酒店和温哥华艺术馆 都是它的设计作品 Rody House里不仅有描述过往的文字和老照片 屋内11个房间里 还陈设计划着护具年代感的家具 古董和手工艺品 直至作响的地本 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经理的瓷器 仿佛在诉说与断断乘风的往事 中文字幕统设计 中文字幕统设计 中学校的课程 因为你可以改变不同的照片 当你放在你的脸上 你会有这种3D感觉 随着楼梯的指引向上 二楼背负不又忧郁的气息笼罩着 关于这座住宅 流传着一个神秘而又悲凉的故事 据说 一位庄定商和他的妻子罗尔德太太 在这座关顶居住期间 失去了两位女儿 更是有传言说 这里会出现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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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妮女王风格的棺底 到具有代表性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房屋 在大标志性的现代高楼大厦 多样的建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街道景观 让西端区的整体样貌复杂且有趣 中文库卫园的艺术园 在大标志性的维多艺术 中文库卫园的艺术园 在大标志性的维多艺术园 内部大厅顶端为圆顶式的设计 整个建筑气势辉红 颇有几分严肃之一 温哥华艺术馆会定期举办巡回展览 从色彩大师莫奈的作品 到炙手可热的当代艺术家《村上龙》的雕塑 都曾再次展出 除此之外 温哥华艺术馆拥有一万多件永久藏品 其中一部分是Emily Carr的经典作品 它是加拿大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 在温哥华艺术馆里 收藏了它最全最重要的画作 馆内不仅有众多艺术家的作品可以欣赏 还有超过一千件当代艺术作品 供出租或购买 欣赏完艺术展览 来到二楼的露台餐厅 你可以尽情观赏市中心的车水马龙 享受阳光与美食带来的愉悦 晚餐之后已经黄昏 沿着柏拉的街一路向南 便是温哥华最美的城市海滩 櫻吉利湾 人工堆叠而成的櫻鲁伊特什堆 是櫻吉利湾的标志物 在原著名的传统中 英鲁伊特什堆是在冰天雪地中指引方向的向导 它的手臂指向哪里 哪里便是归途 在历史悠久 文化交融的西端区 你也能找到星之归所 这些人的其他地方 他们很选择 中共发生的台湾 一遍 不离 又美食 有点 各无论 这一点 我